在青海失联的女大学生黄宇蒙,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情况。 近日,四川籍女大学生黄宇蒙独自前往青海格尔木旅游后失联的消息,一直牵动着公众的心。 根据江宁警方发布的最新情况通报,7月13日17时07分,黄宇蒙的身份信息出现在青藏县南山口。 此为警方掌握的黄宇蒙失联警情的最后信息,除此之外,再无有价值的线索。 目前,黄宇蒙已和家人失联20天,家人已在青海格尔木江苏南京两地报警。 同时,该工作人员称,如果接下来核查到黄宇蒙的相关信息,将会第一时间在昌都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藏东警务动态进行通报。 据蓝天救援队发布的一则寻人启示显示,在青海失联的女大学生,姓名黄沐七,曾用名黄宇蒙,今年24岁,籍贯四川省,身高169厘米,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宁校区。 后来,警方在青海找到了一位同黄宇蒙在同一节卧铺车厢里的另外一位旅客,其称在快到格尔木铁路站时,曾与黄宇蒙在车厢里讲话。